歡迎收看我是Pen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介紹二項式定理 我們之前介紹的是二項式展開 就是兩項A加B的N次 展開後每一項係數會怎麼樣 跟C有關 如果CN取0加CN取1加CN取2加加加加加到CN取N的話 我們會發現他就是每一項的係數核 在前面就介紹過說各項係數核就是要怎麼樣把 位置數都用1帶進去 所以會變成1加1的N次 那1加1的N次的話就會變成是2的N次 所以這個CN取0加CN取1加到CN取N是2的N次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把X用1Y用-1帶進去 你會發現 他這個C會一陣一附一附 就像我們之前背懲罰公式的時候這樣子 那什麼時候會附呢?基本上就是Y有激數次的話會附 那這裡寫了兩條式子是因為我們的N有可能是激數有可能是偶數 如果N是偶數的話 整個會有這個激數項 因為他會從 比如說8次好了8 7 6 5 4 3 2 1還有一個0次 他總共會有9項 那如果N是偶數的話頭尾都是正的 就是正負正負正負正 那如果說N是激數次的話 就他是激數次的話比如說7次的話 那7 6 5 4 3 2 1和0次嘛 所以就會有8項 那他就會正負正負正負 最後收在 CN取0是CC取0是收在負的 所以我們分兩條血但是意識上是一樣的 意識上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他正負正負啦 這個時候如果你把這兩次加起來 我們以N等於8為例 C8取8 兩倍 C8取7 消掉 C8取6兩倍 C8取5消掉 到C8取0兩倍 你會發現兩倍的 CN取偶數 兩倍的CN取偶數 也剛好是2的N次而已 所以如果一倍呢 所以CN取偶數其實是2的N次的一半 那代表什麼意思 那代表 CN取激數是另一半 我們舉實例 我們剛之前教過這個6次的話是 16 15 20 15 6 1 那你看他的偶數 6 4 4 取2 取0 這樣子合起來是32 而他的激數次 合起來也是32 所以都各佔一半就是這裡要講的這件事情 取偶數跟取激數各佔一半 那如果我總次數是激數次呢 我們舉那個5次的15 10 15 1 也是一樣 這個 合起來全部是64 所以他偶數次占32 激數次合起來 也占32 那這裡呢總共合起來是32 他的偶數次你看 5次3次1次合起來是16 那 4次2次0次合起來也是16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裡在講的 如果你cn取0取2取4到取 所有的偶數都取起來的話 那是佔一半 cn取1取5取3取5取起來也是佔一半 可以嗎 這個就是 我們在這裡所謂的二相式定理 根據二相式定理還可以衍生出幾種特殊的情況 如果你看到cn取0加2倍cn取1加4倍cn取2 一直到2n倍cn取n的話呢 他其實這裡的 248到2的n次就在暗示 他是2的 加1 乘 n次 這樣子 2加1的n次 去展開就會變這樣子 隨著你的n取幾次就會有幾個c乘在前面 所以這這樣子合起來會是3的n次 那你也可以理解 如果我今天我的 故意出題目不是出 1248 我是出什麼 13927 一樣乘cn取1 cn取2 cn取3 那其實他的結果就會變成3加1的n次 他就是同理類推 甚至怎麼樣我可以利用互補信啊 我一開始這裡不要寫cn取0 我在一開始這裡寫個比如說 c8取8 3乘c8取7 7乘c8取6 9乘c8取6 27乘c8取5 那怎麼樣他其實就是把 利用c的互補信嘛你可以理解到說 這裡取了3次的7那另外的1取了5次 或者你把c8取5視為c8取3也是一樣 他會變成是什麼3加1的 這個8次 這樣子 這裡當然會 當然這種題目會指標性的最後留下這個給你看 他會寫一個 比如說3的n4乘cn取0 好的那也可以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去延伸 如果s等於 cn取1加2倍cn取2加 不是4倍 他是1234567而不是一個次方 到n-1乘cn取n-1到n乘cn 那這樣子這一頭要怎麼做呢 因為以前在教排列組合之前會先教極數 那在教等差極數的時候我們的做法是怎麼樣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我們會從這個 1加2加到100好了 我們會把他倒過來加 然後100 加99 加98 加到1 然後合起來變成有100份的 101 數以2 所以是5050 所以1加到100是5050 就說這是s等於這個然後s等於這個合起來是2s等於 這個 所以除以2 這樣子 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裡就做很類似的行為 現在要你算的是這個 1乘cn取1 2乘cn取2 3乘cn取3 到n乘cn 我們會首先在最前面加上一個cn取0乘以0 那因為你乘以0是0 所以加這個不影響數值 然後呢 我們會把它整行 再抄一遍 可是我利用c的互補性 cn取0改寫成cn取0 cn取1改寫成cn取n-1 cn取2改寫成cn 取n-2 cn取n改寫成cn取0 這個時候你把這兩行加起來然後你去看總共我有幾個cn取0 有0加n 我的cn取1 有1加n-1 總共也是n 我的cn取n是n加0也是n 我的cn-1是n-1加1也是n 所以我這樣兩行加起來總共會有n倍的cn取0到cn取n cn取0到cn取n是2的n次 我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2的n次 乘以2再除以2 因為除以2可以用指數率化 成降寫 所以也有人降寫 也許有人還記得我們前面寫過一個題目 說如果你是這個 a加b加c 然後比如說8次 那展開來之後全部的係數核會是多少 那就是a用1b用1c用1 帶進去 所以就是這個3的8次 他其實是類似像2向式定理的概念 只是他這個東西展開來會 比較不容易書寫 所以沒有辦法 就是整理成一個像定理這樣的東西給你記 接著我們來看這裡 如果你今天看到c5取0-5 5倍的c5取1加5平方倍的c5取2-53次的c5取3加54次的c5取4 -555次的c5取5 那 其實就是沒有錯了 這也要說明就是有負號怎麼辦的這件事情 如果我本身已經帶了1加1-1加1- 那其實很簡單 你看著你的這個負號是發生在 取 第一個發生在幾次的時候 第二個發生在取幾的時候 如果你的這個負號發生在 奇數次的時候 然後你這也取奇數 那就代表說怎麼樣 這個負號跟著他 所以你想像你是用1加-5 或者我這裡寫是-5加1 就說這個負號是跟著1的 那如果你看像下面這一種 他是5的5次-5的4次 那就是說我怎麼在偶數次的時候才 出現負號呢 那就代表怎麼樣 代表這個負號是跟著另一頭的 就是跟著1的 所以他是用5-1的 像這樣的情況就可以判斷了 那麼於是呢這個最標準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像這樣的問題 CN取1加CN取2加到CN取N-1 如果在4000跟5000之間求N 那簡單來說呢 我們按照剛才所學的這個 二項式定理 我如果在前面多補一個CN取0 後面又多補一個CN取2 我就可以說他是什麼 我就可以說他是 這個 2的N次 對不對 2的N次 結果你現在少了這兩個 那因為這兩個都是1 所以其實他所問的東西就是什麼 2的N次-2 本身要在 4000跟5000之間 如果今天你沒有去計2的次方 如果你沒有去計2的次方的話 那你就會 吃個虧 就是你沒有辦法比較快速的去處理這個 2的N次 你要用 找的或者是慢慢找的或者是你要 用這個取LOG 那如果你有計2的次方的話你就會知道2的10次是 1024 2的12 11次是2048 12次是 4096 可以嗎 所以這個就是N等於12 那因為13次就到8000多了 那Fnite 這個其實同時就是我們在講那個電視4K高畫質的4K 4K其實不是剛好4000 4K其實是4096 他可能是 2048乘4096 也可能是4096乘上 就是 8192 這樣 通常是 2048乘4096 因為另一個他可以宣稱自己是8K 來 下面這個呢 那你覺得看到這有沒有2的次方 1 沒有寫是1啊 然後這是2 這是2的平方 就取2 3的平方就 下一個會是2的3次 然後 就取3這樣子 到2的N次就取N 所以這是什麼 還記得嗎 這是 3的N次 在6000 到7000之間 我們在這裡很快的列一下這些次方給大家看 如果你沒有記的話 2的1次是2 2次是4 3次是8 4次是16 32 6次是64 7次是128 8次是256 9次是512 10次是1024 那 這就是 數學敏銳度啊 你對這些數字越敏銳 你的反應越快 那 所以該學的該記的還是要記 不要說就是反正我怎樣也可以算出來 像這裡我需要3的次方 那你有沒有記過3的次方呢 3 9 27 4次是81 就結束81 那5次是243 6次是729 一般我都叫學生記到6次 729是81乘以9 那同時他也是27平方 那我們一般完全平方數會叫學生記到32平方 因為32平方剛好就是1024 所以27平方是729 那如果你知道27平方是729的話你大概就可以估得出來其實6000多就是他在乘以9的結果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在乘以9 所以他會變成是 928 然後9763 6461 就是81的這個同時就是81的平方 因為你81我們之前在指數對數那裡做過這件事情 80加1的平方是6400 加160加1 所以是6561 那所以N是 這樣是 8次 因為這個是6次 這是8次 所以這個第1個第1個N是12 第2個N是8 C100取0 加上3倍C100取1加上9倍C100取2加到100倍的C100取100 對於K 所以答案會是多少啊 注意喔不是3的100次 是3加1的100次 所以是4的100次 也就是2的200次 那K是幾位數 沒有錯啊這是要取LOG嘛對不對 所以LOG 2的 200次 等於200 乘以0.3010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所以乘100是30.1 乘200是60.20 那這幾位數還記得嗎 61位數喔 那我們這集就上這裡 再加上來 再加上去 再加上去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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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